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威廉·罗宾森,出生于公元1861年,是一个地底道道的美国人,同时也是一个文明欧洲的魔术师。 不过,这位魔术师的表演带有浓郁的中国风险,他本人也一直留着长辫子,穿着金钞服饰,自称是中国人。 还给自己举了一个中国名字,叫成莲苏。 但事实上,威廉只是因为仰慕中国的魔术师朱连奎,才会专门去学习中国风的魔术,还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。 1918年3月23日,威廉在伦敦绿林帝国表演独手接子弹的魔术,他还特意请了一位观众到舞台上检验子弹和手枪的真实性。 结果,就在助手朝着威廉的胸口连开两枪时,意外发生了,道具枪由于磨损严重,导致一些火药真的在枪堂里引爆, 并把田装在里面的子弹发射了出去,正好打中了威廉的胸口,且由于距离太近,威廉立刻倒在了台上。 现场观众轻呼出声,但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,纷纷站起身查看,舞台的巨大幕部却在此时缓缓合上了。 幕部之后,威廉团队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妻子惊慌失措,联盟把他送到了父亲的医院抢救,遗憾的是他最终因抢救不效身亡了。 威廉的妻子出面解释了当天的情况,向大众声明威廉是意外死亡,但仍有不少人对此抱怀疑态度,甚至有人表示他的死是由他妻子造成的,但这些始终都是猜测,一切过往都随着威廉的去世尘埃落定了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。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留学,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及此时,他的回答惹人。